What's up 今天我们YouTube界发生了大事 也就是 诶 你这时候要干嘛的电商平台 Ninno上线了 他们这个电商平台其实 是从很久之前 将近有半年前嘛 他们就一直在影片里面有提到说 他们有要把自己喜欢的商品 去跟电商做结合 并且做出他们自己也会想要用的产品 那我自己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也看了陆陆续续身边很多YouTuber好友 一个一个的投入创业 有做食品的 有做衣服的 有做品牌的 这次很开心可以看到Ariel他 我知道创业多辛苦 所以看到他们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然后最后发布他们的这个形象片 跟平台终于推上线的时候 很为他们开心 那刚稍微看了一下 他现在上线的主要是食品 就是一些可能酱料啊 或者是一些即食包 特别里面有看到几款粥 所以我想说一方面支持他们 一方面我也很好奇 就是这个平台使用的体验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要实际的 透过他们的平台 Ni Nono来购买商品 我们来看看哦 所以他现在他有 有一些拌酱 有三款拌酱 有洋葱辣拌酱 飞鱼软拌酱 黄金鹅油葱拌酱 然后这我看到了对 海鲜粥 这看起来很好吃 有海鲜粥 有阿嬷肉丝 竹笋粥 然后还有一个叫 欧尼泡菜鸡丁粥 你看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粥的啊 我还有水饺啊 还有抓饼 冲饼 萝卜糕 跟香肠 我先focus在粥上面好了 我就买他的这三碗粥 然后自己煮来吃吃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一个 Ect Cart OK 好 还蛮顺的 嗯 以手机操作上面 觉得还蛮 蛮不错的 蛮顺畅的 OK 两碗 这个 好 三碗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图片好了 这边 这边 OK 它是 这种 即时包 所以 应该就是拆一拆 丢下锅里面 就可以煮起来吃了 呃 加热方式 哦 连同包装 放入水中加热 倒入碗中 哇 那这个很 很方便 OK 好 好 那我就买这三款粥 来吃吃看 我们来 Check out OK OK 哦 还可以用LinePay 哦 它的运费蛮贵的 它运费要250块钱 这个运费有点贵 呃 可能是因为 它是 哦 它这个有运送方式 哦 它只有一个 啊 因为它是冷藏的运送 因为它这个 是食品的关系 所以运费稍微贵一些 这样是不是要多买一些东西啊 诶 多买一些东西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体验看看嘛 买买看 那总共714块 我们来付钱 成功 订单完成 好 我是7月6号 买的 那我们来看看 它什么时候会到 那到了时候 再把它 组一组 做一个Nini Nono的 粥品 全品相食吃 各位各位 Nini Nono 包裹来啰 还蛮大一包的 我来开箱一下 它这边还写了一个 为保障彼此全益 开箱请全程录影 什么意思 一般人 开箱的时候会录影吗 好 这边有一个我的订单 合计是714块钱 有一个Thank you的卡片 Nini Nono Thank you 品牌概念 Nini Nono是软爛放松享受的一种状态 努力生活之于你 是 放松是必须 它很多耶 它东西很多耶 看一下 鸡汤熬粥 这是他们的粥的基底 所以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有效日期是 它是2020年7月2号制造的 有效到2021的1月2号 到明年的1月 这边 这个 海鲜粥 是长这样子 然后 竹笋粥 跟 这是 泡菜粥 它的包装 跟产品呈现 我觉得都不错 给人 很整齐的感觉 我是7月6号买的 今天7月9号 所以差不多两三天会送到 但最重要的是味道 我今天先来吃其中 它的 我想先吃它的泡菜 因为前一阵子才看到那个 Ariel它的限时动态 在吃同一款 我觉得欸 那时候看到就觉得 好期待手上想要 也吃吃看味道是怎么样 所以我先煮 这个泡菜的 它是说 直接隔着热水加热 然后再把 料包跟 粥包 混在一起 就可以吃了 所以 算是还蛮懒人料理的 好 料理粥 我的这个 它有点太大了 放进去我的小锅子里面 所以待会 粥可能要拿更大一点的锅子来煮 煮开 然后里面解凍之后 更可以看得到 料 好 接下来煮粥 好 接下来煮粥 就快要煮好了 好 接下来煮粥 就快要煮好了 哦 它倒出来的量 刚刚好 僵僵好 是一整碗 一碗简单的粥 来试吃看看 嗯 蛮有味道的 它颜色看起来 我那时候觉得 比较淡 但是味道是蛮够的 嗯 嗯 嗯 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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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跟它那个粥的基底有关系 它那个粥啊 我之后一倒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闻起来很像熬煮很久的 鸡骨 浓汤或者是高汤 有那个很香扑鼻而来的味道 这个粥的基底应该 花了不少功夫 我们来吃吃看它的豆腐 嗯 哎呦 这个豆腐很不错哦 这种豆腐是我喜欢 很结实 弹牙 比较质地 有点类似臭豆腐 但是它就是 它是一般的豆腐 嗯 嗯 我刚刚吃到鸡肉块 算是蛮嫩的 也有味道 泡菜 泡菜本身没有非常酸 或者是有特色的味道 它感觉因为煮在粥里面 所以它的风味都已经 渗透到调味包里面去了 作为懒人料理包来说 我觉得非常的及格 嗯 可以想像它就是 轻松在周末 我不想要特别出门 那 我冰箱里面 就有 放好现成冷冻 我直接拿出来 煮一煮 不用花太多心力 放在那边 煮熟粥 混在一起 就可以直接吃了 不雷 真的不雷 怎么办反正我对这整碗 最高评价是它的豆腐 它豆腐真的是 真的是我可以 它的鸡肉块很多 你看 没有什么鸡肉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希望豆腐多一点 温食 好我来讲一下整体评分 这个粥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 好吃安心的懒人粥 怎么讲 就是第一个 它是好吃的 味道上面 不会说特别突出 然后觉得 你很惊艳 哇吃到第一口就 哇不会到这样 那它就是一种 温和 好吃 吃完之后心情会很好 然后再安心的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办法搞砸 然后你就是把 那两包丢进去 煮热之后夹在一起 没有任何 会不好吃的空间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煮 你再不会煮飯 也都还是可以把 这一个料理处理好 所以好吃跟方便性来说 它的价格是多少 这一碗是158 158 这个分量 它粥的话 饭粒是颗粒分明的 所以吃下去是有饱足感 料的话我觉得算是普通的分量 也没有到说 以这个价钱料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以它的好吃度 跟它的方便度来说 是有值得这个价格的 但是我买了三个嘛 它的运费是250 所以这样算下来 一个 如果我只买 就我这一次消费的话 我只买三包 那就会有一点偏贵 因为这样运费摊提下来 可能一晚周也要 大概八十几块钱 所以这一晚周就会变成是 两百三十几块 那可能就 不是它原本应该有的price range了 但是也可以理解是因为 冷冻品的运送本来就会比较昂贵 他们网站上 后来我仔细看是有看到 如果你单笔 全部都是冷冻食品的话 超过某个订单的金额 它就会免运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你很常 想要做这种懒人方便料理 然后又不想要吃到雷的东西 又不想管这么多 那你就去Ninono 一次买很多 然后全部都囤在你的 你家的冷冻库里面 它除了周日之外 还有卖像是水饺子 也都很适合放 然后这样一笔就可以省下来它的运费 那这样就会是 还蛮划算的 OK今天帮大家体验了一下 Nininono这个电商平台的 这个失误的商品 这个不是业配 单纯我个人好奇 然后以及想说 给支持他们一下 那另外的两碗 我应该是 之后中午在家的时候 把它煮一煮吃掉 好明天见 拜拜